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蛋白质 塑造身体的万能材料 蛋白质也是让人能够思考人事物、记忆事情等极为重要的物质 其主要功能为 1.构建身体组织 在婴幼儿、儿童以及青少年时期 帮助成长发育、怀孕时使胎儿成长发育 产后母体恢复健康、哺乳分泌乳汁 可增加肌肉量以及减少肌肉流失 2.修补身体组织 在手术前后,烧烫伤、出血、胃溃疡以及癌症时 协助修补伤口与身体组织 3.调节身体机能 蛋白质足够使身体可形成抗体、维持抵抗力 也能舒缓身体不适、缓解紧张、压力、忧郁、失眠 改善注意力、使头发支架以及皮肤水嫩健康 避免水肿等更可提高大脑思考能力 因为大脑传递讯息是靠神经传导物质 而神经传导物质是由蛋白质中的特殊氨基酸合成而来的物质 4.提供热量 一公克的蛋白质能提供身体四大卡的热量 可是蛋白质有其更重要的功用 作为热量来源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蛋白质在转换成为糖类提供热量 还会增加肝肾的负担 建议适当摄取脂肪或糖类为热量来源比较好 人体除了水分之外 其余60%是蛋白质组成 从皮肤、毛发、支架、肌肉、骨头汗、神经 以及血球等等都由蛋白质组成 而且就连食欲、嗅觉、视觉汗、听觉以及记忆能力 也是蛋白质的作用 蛋白质是无法直接吸收利用的 使食物虚精油、胃、消化分解成为氨基酸 依据基因在细胞中制造每个器官组织所需要的蛋白质 因为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是由多种氨基酸构成 氨基酸不同的排列组合就会有不同的蛋白质产生 因此人体内可能多达10万多种的蛋白质 但其中有9种氨基酸是必须经由食物获得 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的 这些又被称之为必须氨基酸 这些必须氨基酸有 1.白氨酸 2.易白氨酸 3.黎氨酸 4.甲硫氨酸 5.粉饼氨酸 6.抢钉氨酸 7.色氨酸 8.邪氨酸 9.阻氨酸 另外非必须氨基酸则是身体内部就能制造出来的氨基酸 所以并非都需要从饮食中摄取所有种类的氨基酸 许多人想要补充蛋白质 首先都会选择水煮蛋 一颗水煮蛋就有一份蛋白质的量 除了水煮蛋之外 从豆类食物中也能摄取蛋白质 而且植物性的蛋白质 含有的脂肪和胆固醇相对都更低 也更健康 但在某些疾病或是特殊生理状态下 可能会需要增加或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 然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需求量当然也就会有所不同 蛋白质需要摄取多少的量 最好先询问医师或营养师 以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量 规划属于个人的饮食建议 如烧烫伤 洗肾 重症 手术前后等等特殊疾病的患者 就需要提高蛋白质摄取的量 好维持身体正常生理机能 但若摄取过多没有消耗完的蛋白质 身体会将蛋白质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 在转化过程中 蛋白质会被分解 产生的含氮废物就会增加 增加多余的蛋就需要代谢出体外 在代谢过程之中 会增加肝脏及肾脏代谢的负担 所以肝脏及肾脏功能不好 就需特别留意这个问题 因此过量摄入蛋白质 并不会对健康带来额外的好处 通常建议肾脏功能比较不好的人 需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 并改优质蛋白质食用较好 并且根据肾功能 进行调整蛋白质的摄取量 若以肾脏功能正常者而言 高蛋白饮食并不会影响肾功能 但是对于肾脏功能 以有轻微下降人来说 就会加快肾脏损坏的速度 所以要先了解自身肾脏的健康程度 以力调整自身饮食 并紧急任何营养摄取都要适量 千万不要有吃越多越好的观念以及想法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 如果你愿意支持与鼓励这频道走得更远 欢迎分享 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 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订阅